那最後的話 今天我們的目標基本上是希望什麼 把各個匯率全部都匯製成圖表 匯成折線圖 那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我們的 E-Sale的 看看中間隔一個空白欄 然後放在M這一欄好了 那總共我乾脆 總共大概就畫個10欄 10欄寬10列高好了 然後每一個一個做完之後 就換下一個10列高大概這樣 然後2、4、6、8 到V啦 OK 這樣子 這樣美元放這裡 然後人民幣放下面 以此類推 也就是說啦 我希望把這些日期對上其他匯別的 一個一個的幫我把它匯製到 我們的這個地方 那匯製的方法 當然我們可以先匯製一個 一個匯製後的話 其他其實如法炮製 跑個回圈就全部OK了 那接下來的話怎麼匯製這個圖 當然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可以用錄製聚集 如果你匯的話 直接拿範本來也OK 那我先RUN一下 一個個看一下 那這個是美元折線圖 我先把美元先匯製出來 欸 怎麼得到的結果是這樣 那 亂完之後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像這樣 那剛剛的 奇怪 沒關係 正確就OK了 好 那要怎麼樣可以做到 像這樣的一個折線圖 那當然如果你完全 不知道該撰寫 怎麼樣的程式的話 首先的話我教各位啦 其實主要還是可以利用錄製聚集 就可以達到了 那只需要修改 我剛剛講的 主要應該會有 幾個地方的參數就可以了 第一個是他的坐標 第二個是他的寬 第三個他的高 那坐標的話 包含就是說他的什麼 他的橫向 他的水平跟垂直的位置 那只要給大概四個參數的變更 基本上就可以放在你想放的地方了 那首先的話 當然你說這個程式怎麼來的 基本上你可以透過 這個剛剛講到的這個方式就是 首先的話 你先選取你要繪製圖表的範圍 那我先把A1跟B1先選 然後Ctrl-Ship向下 再利用那個什麼呢 插入裡面有一個建議圖表 選擇所有圖表的這個折線圖 選這一個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就OK了 好就有了 那所以你假設希望把這個動作 變成一個程式 很簡單 就是直接開發人員錄製區集就可以了 然後給他一個名稱 名稱也許叫什麼 叫美元折線圖好了 OK好 比如說叫這個 因為剛剛那個名稱已經存在 所以他會出現說要不要把它取代 把它取代好 OK好 那接下來的話一樣 你可以先選沒關係 然後在這個地方 插入一個圖表 然後選擇是折線圖的這個 按個確定 這樣就OK了 那你想說老師那位置不對啊 沒關係 位置跟寬跟高 我們可以透過程式 BBA程式再去修改就OK了 直接把開發人員記的停止就可以了 好那停止之後這個圖先把它刪掉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錄製的應該在巨集裡面 會有一個叫美元折線圖 按編期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陸下應該就是 主要是底下這兩行 來看一下 關鍵就這兩行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就是利用什麼 Active Shift指的是目前的工作表 就是現在這個工作表 然後Shop 物件指的是什麼 要畫圖 後面有個方法叫 Add Add Char To 指的是我用 繪製圖表其實用這個方法 那折線圖基本上樣式就是這兩個參數 所以首先的話 你想說老師那不對 我如果現在執行 再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他應該會幫你把它繪製 在同樣的位置在這裡 可是你說老師我不是要放這裡 那怎麼辦 跟各位講 你可能要掌握要訣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你記得在這個兩個參數的後面 逗點一下 跟他講說 你可能要增加兩個參數是位置 位置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要放在這裡 M1這裡 放在這裡 那基本上你就跟他講說 這個儲存格的左上角位置 就是這裡幫我放在這裡就OK了 那怎麼敘述 你基本上第一個 逗點之後跟他講說 你要幫我放在哪個儲存格 那我用range來表示 range 跟他講M1 先跟他講水平方向 點left就可以了 在那個什麼呢 就是M1的最左邊的位置 其實就值得這裡 OK 逗點 那一樣 他的那個什麼呢 垂直方向在哪裡呢 一樣 第二個參數是range的上面那條線位置 所以點top 好 你如果加了這兩個參數之後的話 他就知道說你要放哪裡 所以剛剛沒有加的話 他會放在這個工作表的正中央 那如果你加了之後 你把它執行看看 有沒有發現 他已經被你丟在這裡了 有沒有 他剛好就放M1這裡 好 第一個 那問題來 第二個問題 老師那寬不對啊 我希望他那個寬可能要10個欄位 高要10列的話 那怎麼做 一樣 就是這樣啦 你在後面 記得喔 這個是他的座標 然後再來逗點 寬的話呢 就是一樣用M1好了 當成基準 M1的寬 寬的話其實用M1當基準 寬的話有個屬性叫vis 那這個時候呢 他預設是只有一個欄啊 所以如果假設你需要10欄的話 那你就乘以10就可以了 這樣的意思就是我要10欄寬 那如果再來逗點 後面的話就是多高 那顧名思義啦 你就是一樣在用M1當基準 點後面 高的話有個屬性叫hide 所以你打一個heighht這個 然後一樣乘以10就可以了 好 OK 那就完畢了 也就是說呢 坐標加兩個參數 一個lab 一個top 那寬的話呢 大概就是vis乘以10 然後hide乘以10 那如果你把它加上去之後 再執行看看 那你可以看到 他就會剛剛好在V這一欄 然後在第10列 就會幫你放在你想放的指定位置 OK 那這樣第一個OK了 所以喔 基本上喔 這兩行怎麼來的 其實用錄製就可以了 所以錄完之後就這兩行 那主要我們修改了有四個參數喔 這四個參數喔 分別就是 就是這幾個 第一個的話喔 它的座標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喔 主要是改放哪一個地方 水平方向 所以這個地方是它的lab 這個儲存格的lab 這個儲存格的top 所以得到就是這個位置 好 然後再來的話呢 它的寬 有沒有 乘上10嘛 所以到這邊就是剛好乘以10 10欄 那列的話呢 就是它的高 所以這個的高度 乘以10 那就是10列嘛 所以這邊到這邊剛好10列 那就剛好滿足我們要放的位置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所以這一段程式碼喔 其實是錄製之後 加上四個參數 就完成 那第二個的話喔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美元OK的話呢 那我也想要怎麼樣 把人民幣也畫 繪製到這邊來 那要怎麼做 其實道理一樣啦 只是說呢 把那個範圍喔 原來是 A A到B嘛 改成C B欄改成C欄而已 其他的話你們可以試試看 最好是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希望 除了美元新台幣 人民幣新台幣 一直到紐幣 對美元 全部都幫我繪製成折線圖的話 並且把它放到下面 那該怎麼做喔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後面的